费力组织的问题 费力组织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通常都是一股热情 可是呢 不懂得商业经营的这些规则 对啊 所以你去看大部分的费力组织 他们的财务状况都很糟 然后呢 这个财务状况都非常不稳定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企业成立的基金会 那就比较没话讲 因为他原本就是企业 然后成立一个基金会啊 他通常也不是为了做公益 通常是为了建立他的公益行销的品牌 或者是呢 为了要减少税收 等等的有很多这个原因啊 那如果是这种专门成立要做好事的 这种人通常都是凭着一股热情 你去看有一本书我觉得写得很好 叫做《从A到A家的社会》 他是《从A到A家》的作者柯林斯写的 他原本从A到A家是在写企业的管理 说这些企业呢 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卓越的企业 领导人应该是哪一种领导人 里面讲了很多管理的东西啊 然后他又写了一本叫做《从A到A家的社会》 是说这个非盈利组织哦 很多非盈利组织人都搞错了 他觉得应该 非盈利组织的管理应该要像 盈利组织的这样企业化的管理 比较有制度 他说重点不是在这边啊 重点不是NTO费利组织像不像企业 而是呢你像不像卓越的企业 卓越的企业跟卓越的费利组织 他们之间的相向性比卓越的企业跟很烂的企业之间的相向性还要高 所以你应该去模仿 你重点应该摆在说我卓不卓越 管理方式好不好 而不是一味的说要跟企业靠拢 所以他在讲的这些卓越的企业管理的理念 其实是可以运用到非盈利组织身上的 可是非盈利组织跟企业里面有很多的不同 比如说第一个最大的不同是 他们评估绩效的方法不同 一般的企业评估绩效的方法是什么 获利嘛 赚钱嘛 所以你赚的越多就等于你的绩效越好 所以今天你就会把你的重点放在这个钱越多越好 可是非盈利组织不是 非盈利组织绩绩效的评仰不是看赚钱 而是要看你的成立的宗旨是什么 比如说你成立的宗旨是要 这个什么呢 这个帮助游民 那你就要看游民有没有真的获得 游民的生活有没有真的获得改善 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个 你就会完蛋了 你就会追求那个错误的绩效 比如说彼得杜拉克他对非盈利组织很有研究 他就说很多非盈利组织的绩效目标都定错了 比如说医院 医院的绩效呢可能会变成说要治好很多的病人 对啊这个不是你们的绩效啊 病人越多代表你们的绩效越差嘛 医院的绩效应该是要让这个民众越健康越好 你应该重视的是健康而不是治疗啊 对啊哦所以你的绩效就不应该是这个啊 还有警察他们的绩效都变成什么 哦破案率 破案率越高表示绩效越好你确定吗 这个绩效定错啦 警察的绩效应该是定成什么 这个治安的这个好不好的程度嘛 譬如说犯罪率嘛 犯罪率才是应该他们做的 所以他们要来检视自己说我们的犯罪率有没有降低 而不是来检视说我们的破案率有没有提高啊 如果你今天订的绩效是破案率有没有提高 哦那这厉害了 警察开始怎么样 躲在那个天桥上面 树后面 隧道的寒洞 哦 他在一直拍 有没有 拖车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哦 破案率非常高啊 然后专门抓一些没有用的案子 啊大案子不要破 为什么 因为他辛苦去追拿那个杀人犯 那个枪击药犯 一样也是破一个案子嘛 啊他倒不如去抓一些有的没有的 也要破 绩效好好 你就搞错目标啦 对啊 我刚刚讲的这个非盈利组织 如果你的目标是放在前上面 那你就没办法达到你这个成立的目标 所以 这个是他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啊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 都会影响到费力组织的 的这个影响 其中有一个第三个最最重要不一样的地方是 费力组织哦 他们的我像我刚刚讲的 他们就贫一股热情 所以他们通常哦 比较不顾现实 对啊 他们觉得说我有心就一定做得到 比如说我以前年少无知的时候 曾经呢加入哦 某社区大学 台北县 现在叫做新北市 哇那里面的我们的主管 非常的这个哦 有热情 他想要把这个社区教育哦 把它弄得非常好 然后他有非常多的理念 每次一直提出来 啊可是问题是我们的财务一直呈现赤字的状态 老师的薪水都一直付不出来 然后要找新的员工 员工薪水都很低就留不住一直流动嘛 那就要找新的人 啊开出来的薪水又很低 啊我就问他 跟他们讨论说 这没办法啊 薪水太低 留不住人赤 他说我们要用热情来感动这些人 一定找得到有一些人 他是薪水没关系 那一定要跟我们有一样的理念哦 已经疯了 就是费力组织很多这种人 他觉得他的热忱可以打动一切 完全不顾现实啊 跟现实脱节了 哦这个就是费力组织的问题嘛 谢谢大家